欢迎收看一三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钟继荣 新闻开始来关心到了高雄又无预警大停电 台电超高压变电所发生停电事故 造成三民区十全一路 自由一路 投蒙街等临近路段 总共1483户大停电 早餐店客人坐满满 但是灯却是暗的 走进超商也是一片昏暗 各个路口红绿灯都不亮 车子过马路只能够放慢速度 这场大停电造成高雄三民区 1483户受到影响 民众家里头没冷气 全部跑出来门口议论纷纷 不知道这次又是哪一种小动物闯祸了